東京奧運現在受到各界矚目 連球員卡的話題討論度也越來越高了 這次還有很多試參賽的NBA籃球明星 他們的球員卡價值現在已經開始飆漲了 最貴的一張竟然要150萬元 這收藏家就說如果這一次能夠贏得冠軍 這價值有可能會繼續翻倍 東京奧運熱鬧登場 場上球員比第一真榮耀 而場下這些球員卡也跟著熱了起來 比賽試輸試贏都會牽動這些卡片價值 今年東奧籃球戰獎四身KD球員卡 9年前買1.5萬 現在喊到70萬去了 美國金童Jason Tatum更誇張 短短一年從20萬翻7.5倍 價值已經超過150萬 奧運就像是一個秀場 所以這個秀場就是大家在看說 哇他好有這個潛在性 然後他可以為國家爭光 收藏家他會用這樣的方式去計算說 如果我持有一個這樣子的潛力股 然後他可以因為這樣子慢慢收藏 東奧熱卡片價值跟著暴漲 一般來說名氣流量越大的球員 自然會先漲一波 而如果是限量或有球星簽名 就更另當別論 最後才會考慮到卡片保存狀況 決定價值 這張卡片是10分 10分代表是什麼 近乎完美 另外一個鑑定公司的話 我不跟你講10分 我告訴你們是每一個小小的細節 包含有沒有對稱是一個分數 Edge邊緣是一個分數 角落是一個分數 還有表面 但最重要的還是比賽成績 搭個比方剛拿下NBA總冠軍的字母哥 這一張一天就漲七成 現在要300萬 而首度贏得每周杯冠軍的足球巨星梅希 球員卡也飆上百萬 蕭敬騰或王陽明 他本身在以前就是都有在玩卡片 就是一樣的 他們就從以前的明星戶背卡 灌籃高手 然後王陽明 他就是本身是一個MJ迷 他在IG上面粉絲他都有貼 奧運帶動球員卡熱潮 藝人明星也瘋狂 就看今年NBA球星能報回冠軍獎盃 卡片身價自然三級跳 東森台電新聞許今宗洪佩玉 特別報導